に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話題有新聞 一本書這個單元開始 非常震撼 是發哥這幾年念到的書 引起最大緩醒的一本書 人類的大歷史 從野獸到扮演上帝 好 發哥剛剛講一個觀念很重要 因為我們常常在這個觀念上弄錯 我們一直以為 人類的發展是一條線發展的 線性的 以為是從原人然後變成直立人 直立人然後再變成北京人 克隆馬龍人 爪哇人 然後再進化到現代的智能 不是這樣 人類不是這樣發展的 我們所講的人類 發哥有講的我們事物學裡面 有所謂科 俗 種 我們智能是一個種 那麼光是人種方面 北京人 克隆馬龍人 爪哇人都屬於同一種 如果把人再放大 就是說在前面叫人屬啊 屬於屬 屬於水的屬啊 人屬我們的兄弟就很多了啦 如果是人蝦呢 如果是人蝦呢 那就更大 到人蝦的時候呢就是 是南方的猿人这些层科的 光是人属这个范围里面 就非常大非常吵闹 是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人类的表兄弟姐妹 包括最接近的黑猩猩这些都是 还有猿人 猿人和人猿不一样 猿人是更接近人的这种状态 这种动物的存在 光是人种地球上演变出人种出来的时候 是同一个时代 差不多同一个时代有很多种人种 现在我们这种人白人黑人黄种人 坐在这里听讲广播和听广播的人 你们都和我同一种 而且只有唯一一种 只剩下这种 其他的克隆马龙人 爪哇人 北京人都灭族了 都没有了 在人种这个部分 种方面 人种只剩下一种 就是我们现在这种 智人这种种 那么智人所发生在地球上的时间 只有十几万年 那么发哥不是讲过了吗 我讲人类 人类这个英文的human human不是人种 而是人俗 属于人的这些品种 全部是属于人类 克隆马龙人 北京人 山顶洞人 这些都属于人类 那么在这个族群里面 只剩下我们现在智人存在 剩下的都灭绝了 灭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发哥后面在讲 那只是要让你理解 现在如果你是 这个犬科的 狐狸啊 狼啊 这个狗啊 狗也还分成很多种 不同的狗啊 西洋犬的 斗犬的什么 狐狸狗啊 他们都还存在啊 并存啊 好 熊这个类别 熊有黑熊 马来西亚的熊 北极熊 飞熊 他们都 这个种都 还有很多种都并存的 我们人类曾经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人种存在 然后到最后淘汰淘汰剩下这一种 现在我们这种智人存在 但是熊还有很多种在世间 狗有很多种在世间 猫有很多种在世间 这个世界上 人种方面 只有 人种方面 只剩下智人一个品种 这个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是不正常的存在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个东西 后面再讲 好 我们讲到人的处境 我们就先来讲宇宙形成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呢 天文学家呢 或者星象家 大家都已经公认在历史上 那么大概在138亿年以前 138亿年以前呢 宇宙发生了一场大霹雳 大爆炸 大爆炸的结果呢 宇宙开始膨胀膨胀膨胀 膨胀出去 大霹雳大爆炸以后 才差不多过了30万年左右 然后呢 就有了原子和分子这样的东西呢 原子分子 这个在大霹雳的时候呢 产生了宇宙的物质 能量 时间空间就形成了 我现在这样讲很抽象 但是先提一下啦 你听过就好了 以后慢慢能够理解啦 那么过30万年以后 这个原子和分子呢 就开始作用了 原子和分子作用的第一课 就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 所谓的化学 好化学 到38亿年以前 38亿年 138亿年以前是大霹雳 过了100亿年 就是38亿年的时候呢 地球上面开始的有生命 地球有51年的寿命啦 都目前 那么前12亿年都没有什么东西 那38亿年以后开始的 有了生命的出现了 那地球 这些分子结构呢 结合起来变成一种生命体啦 那么这个生命体开始的时候 这个学问我们现在就叫做生物学 因为有生命啦 那个学问就叫做生物学啦 那么生物学 你看有多少生命 你看38亿年前就有生命开始呢 一直要到十几万年七万年前出现了一种人种 叫做智人的时候呢 智人的时候才会 佛用灵活的语言 然后呢 才会在这个崖壁上画画 啊 才会 啊 开始呢 用画画 用这些东西呢 来讲述人的一个生命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称为文化 别的动物没有文化 只有人这种东西才会去画画 才会去弄那些东西就产生了文化 文化累积下来就是今天我们所研究所谓历史学啦 所以从历史学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了人类存在的状况啦 因为有符号在记录啦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好 我们现在就要把它厘清啦 我们人类 所谓的人类这个智人啊 有智慧的智人啊 在这个地球上 诞生以后呢 和其他的生物都不一样 和其他的生物啊 其他的生物他之所以生存 完全靠他身体的DNA的遗传作用 和他的体力状态实质的行动 来生活下去的 但是人不是 智人这个动物出现以后 他会靠想象的 他会靠想象啊 他开始会体会到观察到 人的生命有限会死掉 人可以去想象 在河边会碰到一只狮子 狮子会咬死别的动物 所以人会发出一个信号 那个信号呢叫做语言 当然那个语言 原始的语言叫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他会告诉你 河边有狮子 另外一种人不是用 河边有狮子 他说 狮子有狮子 你敢知道吗 蛤 那是另外一种语言 但是你用河边有狮子 还是说狮子有狮子 还是说 狮子有狮子有狮子 可以理解说 有一种会吃人的东西 那个大动物在那河边 你不能不要随便到河边去 别的动物不会这样子去处理啊 那么这就产生了所谓的文化 文化就可以去传递 透过语言去把一个想象的东西 去把它传递一个讯号给另外一个动物 然后另外一个动物也能够接到那个讯息 也能够接受那个想象 河边有一个狮子 狮子会吃人 那只有在吃人的时候 才开始有这个东西 那么这样子的东西 用语言或者用别的信号去告诉你 发出一种讯号 你一听就知道 我不必亲自去看到狮子 我听到有一个人 有一个动物 跟另外一个人 跟另一个人说 那牙子有狮子 这样哦 这讯号出来 一听啊 不必到河边去看到狮子 我就知道有狮子了 哈 那这样子的狮子 我们听到这句话就知道 河边有狮子 火巴扁有食类听到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想象那边有食 那就可以用透过抽象的语言或声音 然后造成一个共同的想象 这个叫做认知 自然之所以超越别的动物 就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 这个时候的开始在什么时间呢 很短很短 才七八万年 好 发哥跟你讲 人类开始有这种认知的革命 才七八万人 七八万年 你有没有回想到刚刚发哥讲的 宇宙形成的历史是138亿年 地球是有50亿年 有地球51年里面有生命是38亿年 38亿年里面人类可以透过 有一种动物叫做人类 人类可以透过一种讯号 去可以没有看到实体的东西 都可以想象出那个东西 那个地方有狮子 那个狮子会吃人 有这种认知啊 只有七万人 那你知道一对比之下差不多是什么 如果把这个历史缩短为一天的话呢 人类产生认知革命 差不多是四秒钟以前的事情 四秒到五秒钟以前的事情 而这个认知革命 完全改变了我们所有的 不同的方向 和别的东西不同的方向 认知革命 用讯号就能够知道 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 认知革命一直发展到 后来会告诉你什么 还会告诉你一个更复杂的东西 怎么样复杂的东西啊 说人死了以后 还会上天堂 还会下地狱 谁上过天堂 谁下过地狱 没有人啊 但是你会去 你会去想象创造出一个啊 而且你还会去想象 天堂在天上 地狱在地下 啊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这个讯息 还会相信 然后还会去认知 还会去受到一个更虚构的东西 天上有比人更大能力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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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 叫做神 他决定所有的事物 他的力量大到无比的大 叫做神 那在地上人死了以后 会产生一种叫鬼 鬼长得很恐怖会吓的 啊有些厉鬼会到 死了以后你会到地狱里面去 好这种认知啊 谁亲自看过 谁亲自体会过 没有 但是 人竟然有能力去虚构一个自己想象的认知啊 别的人可以透过这个讯号也相信 然后人开始进入一个动物所 其他动物不会做的事情 好既然天上有一个伟大不大的不得了的力量的东西存在 那他长得什么样子 人就开始去想象用石头雕一个像 哦这个叫上帝 雕一个 这个叫释迦摩女后 这个叫玉皇大帝 这个叫孙悟空 谁都没有看过孙悟空 但是人就会靠想象去创造用石头用木头用什么东西 去创造一个东西出来去拜他 然后这个呢 还有非常多的人相信 每一个人相信自己的想象 共同想象的人就共同拜同一个神 有人变成拜佛教 拜基督教 拜 拜回教 拜这个印度教 都是靠想象所创造出来 而共同想象的人就产生认知 也就是说 好 共同想象的那个 神明的系统是印度教的 那就形成了印度教徒 共同想象那个 阿拉那个神的 所创造出来的阿拉那个神的人 这批人 共同去想象认知他 他就变成回教徒 所以人类呢 历经了三次革命 历经了三次革命 第一个 使人类脱离别的动物 变得和别的动物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第一次的革命 叫做认知革命 认知革命是在七万年前才产生的 所以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佛像 任何一个雕刻的东西 或者任何一个崇拜的东西 可以留下来的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超过七万年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 因为认知革命 差不多在七万年到十七万年前才产生的 第二个呢 使得人类和别的动物不一样的东西呢 第二次大革命呢 叫做农业革命 这个农业革命是在一万年前产生的 那你想想看一万年前 比起整个地球的历史 有生命开始的历史呢 不到一秒钟 不到一秒钟以前呢 人类呢 才发明了稻米 大麦 小麦 可以吃 那不到百分之一秒以前呢 人类才发明出拉麵 素食啊 你知道吗 还有炸酱麵啦 牛肉麵啦 那个发明到今天 在那个地球的生命史上 做成一个表的话呢 还不到一秒钟 十分之一秒 差不多 发明披萨 年轻人爱吃的披萨啦 大概是百分 千万分之一秒钟 以前才发现的 那么一万年前 第二次人类重要的革命 使得人和别的动物 或者甚至其他 不同的人种开始分离 那个叫做 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 好 人什么时候产生了 第三次的大革命 使得人开始不安婚 还要想要自己来 来创造上帝 第三次的大革命 使得人类很有自信 这个地球上没有神 这个地球上只有我们 我们可以扮演神 人类开始变得狂妄无知 而且 骄傲自大 而且还有有评有据 声音很大 在脸书上里面 发过碰到很多 很有名的教授 很大声告诉我们 祈祷是没有用的 拜拜是没有用的 信神是没有用的 他很大声讲 你没有办法反驳他 因为我们没有证据 他就用科学的唯物论 告诉你说 就是没有那个东西 要不然你举个 你只给我听 他说我有看过鬼 那你是神经病 看过鬼 那个是幻觉 他说你有感觉到 神灵降到你身上 那你是神经病 因为那个是 那个是神经病的症状 他硬要这样讲 你就是没有办法反驳他 那第三次的科学革命 叫做科学革命 就是在五百年前 五百年前才发生 科学革命 但是人类就认为五百年前发生的科学革命 否定了上帝 否定了神 否定了所有的一切 只要眼见为凭 看到那个东西 才能够相信 五百年前 占我地球上有生命 来把它缩短我一天来看的时候 是百万分之一秒而已 你就那么自信 百万分之一秒之间发生的事情 才是真理 但是人类 从这里来看 你看人类都有去多放大 说到这里 明天讲这期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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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 celular 台灣無限精彩快樂聯播網